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在爱特读的雅思强化大班 然后其实这一次主要成绩还是听力和阅读在拉分 然后听力呢 其实各个老师给我们的很多很好的这个学习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那个苹果的播客上面去收听一些像roundtable这样 圆桌意识这样的很好的电台节目 然后另外的话做经听然后经读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雅思教材的 然后另外我的这个听力老师姚依杰老师和阅读老师王哲思老师 两位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 然后平时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技巧 然后尤其是王哲思老师他平时上课本身非常风趣的 然后给的所有的提醒以及相关的应对的措施都是使得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虽然时间不够 但是也可以通过他的方法去很精准的去猜到他的答案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在听力跟阅读方面收获到的 在雅思收获到在这个艾特收获到的很好的一些这个方法 然后另外的话 虽然这一次的写作跟口语不是取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还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我备考的一些经验 关于写作的话一定是要多写 每一天尽量保持写作的Task 1和Task 2都要有一个练习 然后不断地去积累你的词汇和短语 然后口语的话 口语是非常重要一个部分 也是中国的学生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去克服的一个难关 我平时在备考的时候是经常除了自己自言自语之外 还是会跟同学在一遍一遍地过我们的话题卡 然后多去说 不要因为口语它的这个难度大 就把它安排在最后一个复习 还是要不断地去贯穿你的复习的过程 然后去巩固它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一次雅思取得高分实际上还是在爱特这边的学习是密不相关的 然后包括我的口语 口语老师周全老师真的是一位非常认真负责 但是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位老师 我记得在上他的课的时候 经常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很新的口语的视角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跳脱出平时中国学生可能很喜欢的一些 去背某版答案 或者是去准备一些自己熟悉的话题之外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很新奇的 或者是外教喜欢听到的一些答案 这个是对我的口语准备是帮助非常大的 然后也是通过它的课程让我知道有一些东西可能准备是必要的 但是也其他方面的这么一个创新的答案也是很必要的 然后每一个季度艾特都会为我们的学员制造出一个这个话题卡 然后它的话题卡都是比较全面 然后根据那个话题卡 我们可以跟身边的同学进行一个互相的对答 然后这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去临场应变的一个技巧 然后艾特还有这个王哲斯老师也是上课非常有意思 然后也是给了我们很多阅读方面非常有趣的一些点 然后使得我们可能不会在就是在做题的时候有太多的枯燥感 然后也是让我们在阅读之外能够去积累词汇量 也是有很大的鼓励的作用的 我的班主任是顾老师 顾老师他真的是我见过的可能在教育机构里面最为认真负责的一位班主任 他的对我们的平时的监管就是出勤的考察 以及我们的默写情况都是非常认真负责 然后我的默写每一次都顾老师会有这个批改 并且他批改完之后还会在我的这个默写旁边为我写上正确的答案 所以这也是我很感谢顾老师的一点 然后其实艾特对于学员就像是家长一样 就是你不仅仅需要自控 也是需要别人对你一个监督和管理的 所以我觉得班主任制度是艾特一个非常有利于学员的一个制度 希望艾特一直是保持这样很优秀的教学质量 然后也希望艾特的学员越来越多 能够造福到每一个大学生和高中生 使得他们去踏上自己想要的留学之路 就这样谢谢 感谢观看